另一位嵩山士曾是赤松子的朋友 不过赤松子名阳四海的时候 他的本命只相当于帝先 不久之后皇帝便统一了中途 为了更好地管理神州大帝广招贤士曾找到过他 他为了不招惹麻烦 竟改名李宁阳来专心避世修行 据说这个李宁阳长得魁梧而潇洒 因为长期修道看起来先锋道骨 是八仙中第一个正式投入太上老君门下的弟子 但他后来怎么变得又瘸又丑了呢 原来有一次太上老君带他游华山 他以元神出窍的方式随时前往 临行时叮嘱弟子说自己七日即回 可是那个弟子却因为家中突然发生了要紧的急事 而在第七天早上把他的肉身给烧了 七日归位是他元神出窍的极限时间 可是当他在第七日晚上返回时 身体竟然没有了 因为害怕元神受损 一时轻急 看到不远处有个乞丐因冻饿而饿死 就往里一跳 天哪 这个乞丐居然是个瘸子 这时太上老君现身劝他说 道行高低是不在于凡夫俗像的 他顿着大雾 从此背上个大葫芦 悬壶济世 游戏人间 八仙中看起来最老的一位 世人称他为张国老 与其他八仙一样 他也有一个很特色的地方 喜欢稻齐驴 他的白驴据说可以日行几万里 当他停下来的时候 竟然还可以把驴像纸一样的折起来 放在随身的箱子里 张国老的传说非常多 但比起八仙中法力最高 精力最齐 影响最大的吕洞宾 他的那点事就没什么好说了 到时候来 有人专门给他提了首诗 颇有一句 举世多少人 无如这老汉 不是稻齐驴 万事回头看